我想问一下85年属牛的 85年属牛的? 男的 看一下肠胃 85年属牛的? 对 肠胃出问题了?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肠胃的 就是肚脐尔的三指的上面 这个地方有一船黑气 而且这个地方的肠胃根本不蠕动 也就是说 你经常吃东西吃下去之后 全部积压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很不舒服 听得懂吗? 而且就是不消化 而且呢会经常会反胃 胃酸 对 明白吗? 明白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的腰也不好啊 我的脖子不舒服 对 腰 不是脖子 腰 明白吗? 你现在我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影响到你很多地方了 我告诉你的肠胃不好 已经影响到你的 就是说 呼吸气管 嗯 就是食道 我现在感冒了 现在 不是感冒不感冒 台长又不看你感冒 我是直接看到你里面的呀 你的 你的呼吸系统和你的肠胃这根管道 食道这个地方 现在我告诉你很烂啊 不好啊 你听得懂吗? 那我需要练小房子吗? 当然要练小房子了 你自己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记住两点 第一 脑子不要 不要乱想 第二 你在 有些东西不该看的 我劝你不要看 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? 哦 知道 你在网上上看东西 你听得懂吗? 哦 知道 知道了 你这样都会害死你的 我跟你说啊 咬咬咬牙的 哦 知道 不要看了 我告诉你 有些时候 就是要坚强一点 人尤其活在末法时期 诱惑很大的情况下 千万要咬咬牙 自己好好的修心念经 不容易的 为什么和尚要跑到山上去啊? 就是不让自己有这个环境 不好的环境 所以才不能污染自己 你听得懂吗? 哦 听得懂 啊 好了 我想看一下房子里面有没有 呃 灵性性不要念小房子 有啊 念17张 哦 诶 刚才说我的身体 我需要念多少张? 身身身身身体 身体有的念啊 先念21张 哦 然后继续念 我告诉你 你的身体跟你房子里的阴气 都有关系 明白吗? 好 现在事业 事业不如以前这么顺利 明白吗? 好 知道 知道 好了 来 看一下我的 啊 不同颜色是什么颜色 数什么呢? 啊 85年数牛的 85年数牛的是吧? 对 85年数牛的 嗯 嗯 花牛啊 哦 花牛 衣服可以穿的稍微颜色 偏深一点点 明白吗? 哦 偏深一点 啊 啊 明白吗? 看一个86年数虎的 有没有灵性 我还没帮你看完了 我再告诉你 你要注意啊 你有痣瘡啊 以后 哦 坐在 坐在卫生间 时间太长啊 听不懂啊 哦 知道